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很喜歡回想我們以前講的那些 因為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蓋上了很多題目 台長你記不記得有一次我們專講創意的那件事 我們特意講了有人去發明一個測試 然後台長你做 你是很高分的 他就說要你想好像大約20個生字 最好就是你努力去想 有這麼不緊張的 他們就有個理論 有個說法就是說 如果你想出來的那些詞彙 那個豐富程度 大家基本上大家都覺不相干的 不會只想一堆東西的時候 你那個人就是叫做創意多 就是一個特徵了 我記得台長你那個人都做到很高分的 我們通常想到一些 其實說真的 就算你科學生知好 還是你自己做的其他的節目都好 那個題材可以很不同的 你每一段可能選一些這樣的字 你發覺出來就已經很不同了 有人就說 你這個腦部能夠去 你怎麼知道自己多不多創意呢? 你看看可不可以想到一些很天馬行空 那種很不緊張的東西 除了你只是想你認為很不緊張的20個生字 然後你可能想到那些生字 你嘗試就是說它是很不緊張的了 你可不可以硬都串到個故事 串到一些道理出來去連結這兩件事 或者是令到這件事可以在同一個場景之下 是出現有關聯的呢?這樣行不行呢? 我覺得這些這樣的思想訓練 或者這些這樣的對自己的觀察呢? 就是其中一樣告訴自己 你有沒有創意 就是這樣可以去決定 但是這個是從行為上我們去看的 譬如說我懂得多少隻生字 或者我們平常 我們可不可以從一個生物學的角度去看 你有沒有創意呢? 這就牽涉到 一個生物有沒有創意 如果你不想從它的行為表現出來 就是一個嬰兒、一個大人有沒有創意 如果說一幅畫那些這樣的東西 不是要去到這些這樣的時候 可不可以純粹由它那個腦部的活動來決定呢? 就是我們知道這些創意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 我當是由腦部想出來 從我們的神經系統那裡來 我們要問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我們的神經系統那裡有沒有反映到一些特徵 來證明給我們看這個人是有創意還是沒有創意的呢? 原來一直以來不是那麼容易回答的這個問題 你說如果我想知道那個人 他是不是想想著某一堆的字 想說一些東西 那我們就集中去找回他的語言肌肉控制的那部分 看看有沒有活動 我們大約知道他原來想說話 也有人就特意去研究 這個人究竟是醒了還是沒有醒呢? 有沒有意識呢? 就從他的腦掃描、腦電波那裡看看 如果這個人是有意識和沒有意識的人 那他究竟是有什麼特徵來決定 他究竟是醒了還是不醒呢? 那你會發覺你只想這些問題 不是純粹是一個學術興趣的 是很有用的 如果有植物人 好不幸運他全部不能動 什麼都什麼的感官都用不到 什麼動作都做不到 但是他的意識醒了 你有沒有辦法知道呢? 那如果我們能夠了解這些這樣的腦部活動的時候 就令到我們去解釋這些問題更多 就是對於那個無論是腦部發揮了什麼功能 和我們那個關於人的意識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了解了很多 所以關於這些這樣的老科學的東西 你永遠有說不完的話題的 我們這一節就會集中講那個創意的問題 現在就是說老報有沒有一個什麼部分主宰創意呢? 或者就是說一個人如果要創作 或者他就算不是創作 他突然靈感一到的時候 在哪裡特別著機呢? 那原來這個問題一直是很難回答的 如果你是要控制肌肉動 我們知道哪裡專門是肌肉的 情緒的話也是在哪裡控制情緒的 有時候他在計算一條數 我們知道那個注意力集中在哪一個部分 我們比較容易找到的 反而原來創意這件事呢 經歷了很多的追蹤研究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我們找不到一個集中的部分 是哪個腦部的部分就決定不到去創意的 原來是沒有這件事存在的 但是很有趣啊 在剛剛這個星期呢 應該是以色列的這幫研究人員呢 他就為這個腦部創意的來源給了一個答案 而且我覺得這個答案又令我回想回 我以前講的類似的題目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答案很合理的 現在創意在腦部的哪一部分著燈呢 很有趣啊 他就說原來真的不是在腦部的哪一部分的 那你就要問一個問題了 如果你回答就等於沒有回答而已 就是說整個腦部的腦部都是這樣 你都說了是不是 原來很有趣的 腦部有一些的部分 它有些功能就集中了在某一部分 但是有些功能它就會蠻慢了在整個腦裡面 到處都出現 但是它裡面的訊號 那個傳遞形式就會有種不同的表現出來 就是有好幾個可能有不止一種的過程 是需要用到腦部的整個部分 例如就是說記憶 記憶就是一個我們知道不只是藏在某個位置 就是在腦裡朗來朗去的 OK 然後就是好像現在講的 創意也都可能是這樣 整個腦那裡這樣蠻慢著的 原來它主要是蠻慢著的 就是藏身在哪一個功能那裡呢 原來它這裡提了一個字眼的 叫做DMN 一個叫做Default Mode Network 你可以嘗試去照字面去譯這件事情 一個腦的一個叫Default Mode Network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你什麼都不做 在那裡嗜 在那裡行雲流水 天馬行空 不需要將它的注意力放在任何一個地方 或者你可以說一個清醒得來又冥想的狀態 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外面 你的腦是著著機來去準備感受外面 你這個人是醒的 不是睡的 但是你都知道的 我記得以前我講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用了電腦來做比喻的 你這部電腦代機的狀態 它不是關掉了機的 它開了機 然後它開了機的時候 它一定要需要某一個最基本的 一個Default狀態 基本狀態的運作就是隨時感受一下 你會不會有一些輸入信號準備給它 所以它要感受著 那個鍵盤是不是有信號進來 有個Mouse 感受著是不是有東西進來 還有可能那個鏡頭是不是有那些視訊的信號都進來 麥克風那些等等 那麽原來我們人都是一樣的 我們的腦運作的時候 只要我們醒了 我們不是晚上睡覺 叫做Sleep Mode的時候 我們醒的時候就有Default Mode 這個Default Mode就是你未必是很積極地去想一件事 去處理一些東西 你不是在運作其他什麼Task 你是沒有Task在運作 但是你都是一個待機的狀態 去預備感受處理外面給你的刺激 所以原來其中一個研究就是我們嘗試找一下 這個Default Mode是怎樣去存在的 原來這個研究在近年那裡是越來越慢慢有發展的 就是我們上次講的時候就慢慢講那個Default Mode 是怎樣探測 扮演什麼功能等等的 還有為什麼這麼遲才有發現呢? 就是因為這件事很難度 你怎麼設計到一個實驗是保證你真的在量度這件事呢? 因為你要排除那些刺激 你不可以要那個人刻意在做什麼東西 你要那個人刻意在做什麼東西 然後你怎麼知道那個人是不是真的不是在做什麼東西呢? 那你又要想一下怎麼去設計這些東西 那在今次這個以色列應該就是特拉維夫大學 那其實都是一間雖然特拉維夫對大家來說 那種這樣的思想感受的距離好像很遠 但是就這間大學 就是以色列的大學在這些位置裡 是有一些很卓越的尖端的研究在那裡的 那在他們那個腦部研究那裡呢 他們就嘗試找一下原來的人的創意來源 就是exactly 跟這個叫做 黎曼著全個腦部的一種叫做default mode network 是有關的 他就是看到原來一個人最有創意的時候 就是跟這個default mode network 反而比較活躍的時候就有關連了 那我一看到的時候我覺得這個結果其實都挺合理的 大家都可以一起想一下 就是我很想問一下台長你 如果真的要你去創作一些東西 你覺得你什麼時候是最有靈感的? 最有靈感的時候啊? 什麼都不想 是的 什麼都不想 就是反過來如果你是要很專心地去寫一篇文的時候 要你去創作去另外創作另外一堆東西 你就可能就說那我寧願不寫一篇文 就是我當可能是翻一份工廠工去瞇一塊膠 你很聚精灰神地你不可以去出錯 你在那個時候你是做不到什麼創作的 你是反而最有靈感的 我當時聽黃瞻友在自己的節目的訪問那裡說 他說去廁所拖廁的時候最有靈感 是的 另外很多人就是 你看到就是有些藝術家的創作人在吃煙 在吃煙的時候 啊 吃煙拿一下靈感 你在這裡看到原來這句話說話不是說沒有科學根據的 現在就是你看到以色列這幫科學家 他們這麼辛苦去搞去研究腦部的叫Default Mode Network的時候 原來就發覺就是最有創意的時候 就是這個Default Mode Network是最主宰住你身體的時候 也就是好像台長你剛才所說 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是的 然後你就可以去嘗試 把那些不適合的東西就連結在一起了 那如果這件事是真的話呢 對於我們那個小孩子的教育呢 有沒有啟示呢 就是我想現在大家香港讀書都是一樣的 那些家長很擔心他們都學不到東西 填滿了一天可能 是啊 是啊 到睡覺之前全部都有了schedule的 甚至連放假的時候都有了 現在暑假了 暑假了 為什麼要做什麼 那是不是說其實你應該給那個小孩子呢 有些時間是什麼都不做的 那些會好一些呢 就是那種放空啊 換灑的時間啊 那是要的 但是你現在問我呢 就是那個份量有多少呢 就是那個叫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他就說你起碼要每天一個小時嘛 那他有這樣的指標的 這個數字聽起來都合理的 但是你說那個是不是代表著越多越好呢 就是世界上沒有東西是真的 尤其是對於這些兒童的小孩子培養 我們沒有說哪一件事真的是 就是死桌難桌 就是沒有一件事值得你 是24.7完全是不停地去做的 一定是樣樣有些的 現在就是不過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你連要令他啸 什麼都不做 放空或者去玩 都要成為一個時間日表裡面 必須要有的item 就是那種創意需要的什麼要素呢 我們剛才說的一件事就是 你是容許他的叫做default mode network去開著它 於是你的default mode network開得最著的時候呢 就是那個腦部越是能夠將一些不適合的東西 去互相去射來射去的時候 就是說你在那個時候 就是可能你將兩個最不適合的詞彙 忽然間醒起他們可以有關聯的時候 那其中一個 就是你可以想一下那個思想的實驗 比如你問一個做化學研究的人 和一個做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人 他們有沒有共同話題了 兩範疇是差很遠的 但是如果你對於化學家自己本身做的事情沒有認識 和這些心理學家本身做的事情沒有認識的時候 那你沒辦法找到關聯在那裡的 所以你基本的知識是有的 你要擺時間去豐富你的閱歷去看不同的東西 等於台長你很願意花時間去看不同的書一樣 但是當你做完看完這堆東西之後 你不可以讓自己完全是物質質什麼 就是所有時間都擠去做搜集資料這件事 你就於是要留點時間給自己去試一下連結 這個連結很有趣的 可以在睡覺的時候發生 然後也可以在你清醒的時候發生 睡覺的時候就更加沒有系統的亂拼 但是清醒的時候 你就可以比如說集中想一下 現在我就想想一下這幾者之間的問題 就是可不可以去進行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在這裡看到那個 你問我看到的結論就是 怎樣去安排一個人的學習啊 令他靈感最大啊 不要說只是小孩子 大人都是一樣的就是 你一定要將那個叫做放空啊 冥想啊 逃的那個時間成為一個必須做的任務 就成為你那個孕育創作的一部分 而當你逃完之後 你也都要花時間去看不同的東西 在這幾樣東西之間就是不拉肩的東西去循環做 再加上這個休息放空的時間都要放在這個循環裡面的時候呢 那就似乎就是看到那個創作最大化啊 那這裡又提一提 在這個實驗裡面 他其實也都去做了一些叫做control experiment 有一些控制的 受控制的實驗的 譬如他可以控制到 例如在一些藥物的影響的時候 令到那個人的default mode network 是比較壓低他的活動的 那麼這件事很容易透過一些精神科的藥物去做到的 你只是說一個人 你去做全身麻醉的時候 你是連夢都不做的嘛 一關機就關掉了嘛 什麼network都關掉了的 那麼你會發覺是受到一些藥物干擾 令到他一個人就算是放空的時候 都不是很想到東西的了 就令到他們那個腦部不同部分的那個 信號交換的活動都弱了的時候呢 你也都真的看到他的創作能力都低一些的 甚至不止這個創作能力會低 很多在這種叫做接收信號的能力都會低了 所以我就會說一個有創意的人呢 都真的不要亂用一些很精神科的藥的 就是會壞腦的 影響你的創作能力的 或者就是大家要傾向就是可能有時情緒壓抑等等 你都要意識著就是這個東西盡量令到 令減少那個藥物對你的傷害 所以就不要說濫用了 要是一個有控制的使用 不過據我所知呢 就在很多西方的作家呢 基本上都是瘀走的 可能這個跟創意應該有些關係的 不過無論如何也好 我們有一個題目我們將來都可以發掘的 就是科學家的創意 例如我在斯坦 為什麼會想到這個俠儀相對論呢 又或者這個Schrodinger 怎麼想到這個Schrodinger的實驗呢 但anyway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就是這個科學會的路